这家人整挺快呀 今天堵这头啊你啊 把这上面这趟都封上 这样不知道好整啊 哎呀老爸你这活干的挺立正啊 必须的 干活必须整立正的 老爸干活你辛苦了 今天给你做个肉补一补 那天好 哎呀老爸你干嘛去你啊 哎呀老爸你可慢点的 大家好我是慧城 今天咱继续做粉丝点菜啊 有个粉丝朋友问我那个锅包肉 到底做不做了 做肯定得做啊 但是之前我做了一个番茄口的 有人说呢我做那个不正经啊 不正中 所以我经过了一段时间逼顾啊 闭关学习了一段时间 终于得到了一个神秘高人的指点啊 高人 我高我高人呢 两三层楼那么高吧 哎呦怎么爱 今天咱就做一个传统的东北老式锅包肉 看我今天做的正正经 解不解馋 这是将近两斤的里脊肉 再改个刀 切成一个半的硬币啊 哎呦老妈 啊 你这胡萝卜逼给我吃没了 我当废菜用的 妈当废菜呢 哎妈 那我设置一半的 嘿 这样就都切好了 咱用清水给它泡上 拿一根老妈吃上的胡萝卜 加配菜 再来一根植柳的大虫 切葱丝 弯弯去掉 这个时候呢 咱调个料汁 这个汁主要就是糖醋口的啊 所以糖要多来一点 这个糖和醋的比例就是一比一啊 但是今天咱们加一点橙汁 所以这个醋就放一半 再放另一半是橙汁啊 稍微给它搅回圆筋上的 这汁就很好了啊 这肉片泡好了 用清水冲一冲啊 有血水的话一炸容易颜色变深 这个淀粉泡好了啊 那个水都让我倒出去了 泡到这样一抓往下躺就行了 这就能挂住了 这个淀粉给它挂匀啊 滴灯起来是这样行的 少点点油 咱放的是豆油啊 颜色更金黄好看一点 而且炸完以后起酥 锅里的怼热了 加一半的豆油 再来一半的色拉油 五层油温下锅 然后下个火和不一样啊 炸好的就捞出来了 第一遍炸到定型了就捞出来了 第一遍炸好了 再复炸一遍 第一遍咱们定型啊 第二遍牛温高点 咱就给它炸酥了 再复炸一遍啊 不用炸三遍 炸了十多秒就捞出来了 锅里有底油啊 肉炸一下 把肉炒一下 炸一遍 锅包肉就做好了 嘎嘎好吃 太好了 没小看子怎么能行的 嗯 嗯 安逸 外酥里嫩的 哎呀好 你这是酸甜小爷哦 啊 我又不多酸甜的了 这油就凉快了哈 嗯 酸甜就够酱 嗯 你是歇会儿就凉了吗 呵呵呵 我现在没干活儿 呵呵呵 嗯 你把那个肉 比较嫩啊 外酥嫩才好吃 下多长时间没做过我肉了啊 嗯 好几个月了吧 老长时间了 嗯 这银肉真吃这银的 嗯 嗯 更老实的 嗯 好 像今天你堵的壳盐子 嗯 呵呵呵 嗯 这样又不怕了 嗯 嗯 嗯 吃个大餐料行 呵呵呵 咱爸这牙口不好 咱吃这窩窩肉吃还挺好的 呵呵呵呵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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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鸡福利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嗯 吃鱼多了 呵呵呵 那你就多吃点 嗯 嗨 哎 这咋子 Buy 呵呵呵 吃美了 吃根咋还美 呀 哈哈哈 哈哈哈 可疏 今天做的好 老爸你这个坨炸的事情立足 那 必须得整立足的 齐刷刷的 嗯 嗯 这个就差房顶了 过两天就把房顶一等 明天买料 行行那赶紧等啊 明天买料 赶紧 好吃的 真是美的 今天等的还行 挺好 正经行 这种锅包肉啊 感觉还是怀念这种 正宗老式的 没加番茄汁 就这种纯酸甜口的 吃的是特别有怀念的味道 好 这期视频就到这了 明天见 拜拜 感谢支持 拜拜